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丹顶核非常是有感情的 所以说这些年一直也致力于这种丹顶核的保护 我从84年到现在应该是30多年了 过去咱们这片湿地里有七八十吨到一百吨在这繁殖 那么现在因为湿地的生产生活的干扰 这是丹顶核的数量的急剧下降 这几年都维持在十七八吨丹顶核在繁殖 现在对野外的丹顶核 就是每年春天三月份来的时候 我们就进行了巡护 就是保护它的繁殖地 再一个就是监测繁殖地的一些核坏行为 比如说挖掘湿地 开垦湿地这些行为 假如再不限制这一片草原和湿地 可能将来就要不复存在了 过去只是对这种宾威的鸟去做一些保护 现在不是这样了 现在觉得所有的鸟都宾威了 像丹顶核这么美 这么漂亮的鸟 真的在这个地球是消失了 你觉得仅仅剩下人了 这还能成为地球吗 它就不能成为地球了 是这样 这还能成为地球的鸟